新型变种病毒 而英国为了要遏止疫情加重 将在明年1月 推出新冠肺炎人体挑战 也就是要在健康的人体当中 注入病毒来测试 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 自愿者是可以获得4000英镑 大约是15万元台币的 没想到政府才刚发布这样的消息 只有2500人报名自愿染疫 过去逛街人潮 络绎不绝的伦敦商圈 变得冷冷清清 路旁仅是标语写着 待在家里拯救人命 英国出现了变种新冠肺炎病毒 引发全球恐慌 为了加快疫苗研发时间 英国将在明年1月 推出一项大胆的实验 4月染疫的受试者 年纪介于18至30岁 接种实验性比到疫苗病遭感染之后 将在医院内隔离2至3个礼拜 接受全天候的监测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至今已经有2500名的受试者 自愿染疫协助研究 并可以获得大约4000英镑 大约15万台币的酬劳 另外由于一般的疫苗 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才可以提供完整的保护力 因此英国的科学家正在试验最新的抗体疗法 成为追风者 可以让病毒无法依附在人体的细胞上 为接种对象提供及时的免疫力 并在全球100多个地点展开测试 专家表示这种疗法适用于 为接种疫苗的紧密接触者 可以及时产生抗体 有助于大幅降低死亡人数 一旦试验成功 最快于明年3月或4月 获得上市核准 记者有加显报道 感谢观看